昆仑僧 指名典姓 叫欧阳普中登台比武 欧阳老和尚一听火望上转 人有脸 树有皮 能让他教读吗 老和尚把长大的僧衣闪掉 换好了短衣巾小打扮 嘱咐欧阳春 孩子 此番登台不必寻常 躺着 叔叔要有个三长两短 你把我的东西送到嵩山少林总院 见着你爹说明情况 让他给我报仇雪恨 欧阳春一听这话多不吉利 他古人呢信迷信 不管这个事成与不成 得说几句好听的话 想没打仗呢 先说这种话 把死白的头条 让人听了实在是不痛快 欧阳春呢 就想劝叔叔别登台 但是又找不出适当的理由 就在一犹豫之间 欧阳老健可是分身 登上八王类 三世必求 卧佛昆仑僧一看 欧阳普中真来了 心里高兴 嘿嘿 这一阵 我算赢了 别看我们失败一阵 我再赢一阵 这还是平平 关键还有一阵 我们再想发胜了 这八王类就算没白白 想到这昆仑僧 往后倒退了两步 双掌合十 大问讯 摩弥陀佛 欧阳老健客 贫桑旧有后多失了 欧阳普中一礼相还 这俩大和尚这一见面 台下的老百姓 哇 就开了锅了 什么原因呢 就因为吵着这俩大和尚啊 太出奇了 个一班高 驼一边大 真好像活了的金刚 烟熏的太岁 两个大和尚在台上一站 上逐天下逐地 好像梁桶诗碑 幸亏啊 这台子搭得结实 要搭得不结实 让这俩和尚一站 就许压他价 大伙就乐 乐的是这个 俺下老百姓 咱且不提 但说 欧阳老健客 往前紧行半步 这才说 昆仑僧 莫非 你要与贫僧 比是高低不成 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欧阳老健客 别的话咱们甭说了 我久闻少林高僧的大名 可惜呢 总没有时间伸手过招 今天这八王类 咱们二人能遇到一块 这也是难得的机会 我昆仑僧打算开开眼 会一会 少林的高手 请 请 两个大和尚 身形一转 啪啪 就亮开门户 他们俩这一打呀 跟别人打可不一样 你别人一伸手 就是五八超 狂风暴雨 啪啪啪啪啪 他们俩不然 要不懂武术的人 不爱汉 一瞅这两位光比划 不忘一块凑合 这人打得不过瘾 什么原因 因为他们俩的身份太高了 对方一拉架子 就知道他要发生招 这块就把这招数给封住了 对面一看他封住 赶紧改换招数 对面一看 又是这招了 马上改变门户 又封住了 因此两个人 就好像比划似的 始终不忘一块凑 脚底可没闲着 在台板上 逼溜溜来回烂拽 四只眼睛紧盯在一口 倘若对方稍微有点失神 稍微有点疏忽 那就发起猛地 就这样 两个人逗到三十回合 突然昆仑僧发起进攻 往前一纵 披面就是一场 欧阳老剑客 连躲都没躲 一看另一批花山这一场来呢 老罗汉使徒达摩师三世 右臂望上一台 接了昆仑僧一掌 开 掌队长 把昆仑僧的胳膊 震起了三尺来勾 登登登登登 退出去七八步 可欧阳老剑可身形也站立不稳 身子一摘的也退出去五六步 就叫做绑壁 发麻呀 两个老和尚心里都清楚 知道对方这个力气可够大的 要多加谨慎 望一块一凑 又打起来了 他们这一打呀 可耽误工夫 讲凭头眼光看 日头一点一点往西边转 离着这山头已经不太高了 四爷明白 等日头落下去之后 再过一个时辰天就要黑了 那可就到了紧张时刻了 能不能打上仗 能不能救回八王爷 就在此关键时刻 因此蒋平 格外的紧张啊 狗幽虎也当了下来了 脑门子呼呼之貌凉汗 不单是他 老少的英雄把心全提到嗓子眼 没有一个不感觉紧张的 玉面小大摩白云瑞 凑到徐良身旁 三口 落胸的 注意啊 这一仗事关重要 如果 欧阳老健可要取了胜 你我弟兄称事 登台 抢救八王爷 老兄的 我都想好了 你只管放心 别看他身边有不少刽子手 可你三哥 我身上带着不少暗器 草子高 姜米条 大了和 软定的 全有 我都给他准备好了 到了时 我用暗器把这些人打退 一百个回合 力量有点低不住了 什么原因呢 前者 他上了三尺地灵魔 陆坤地大 一下病了不少天 消耗很大的体力 虽然说现在身体康复了 能说跟当初一样吗 所以 在关键的时候 就冒了大汗了 累的老罗汉是须须待船 只有招家之功 并无还手之力 昆仑僧僧大喜 嘿 该着我上这一阵 我得加紧进攻 嘿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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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仑僧使了个反背 倒 仓话 这一阵正拍到欧阳老剑客后背上 把铜金钢铁罗汉磨成大礼佛 就这一巴掌 从擂台上 就走到台下 还得说欧阳老剑客 基本功 扎实 不然这一阵就打废了 老罗汉也很不好 头朝下 脚朝上 这要摔在地上 命就保不住了 舌尖一顶上压 他还 使了个云里翻 啪 一个跟头 头朝上 双脚落地 可是 脚也粘到地上了 这一蹲的 受不了了 两肋 发胀 胸膛 发热 嗓子 而发心 眼前发黑 欧阳老剑客再也控制不住了 一张嘴 一口鲜血喷在外面 当时躺在地上背过气去 老少的英雄赶紧选过来 把老百姓连到旁边去 把欧阳老建客护住 幸好妙手挥春江天达就在眼前呢 江老建客赶紧把药箱子打开 取出最好的止血丹药 给欧阳老建客用下去 然后掐他的穴道把血给止住 这才救了欧阳老建客这条性命 不然这人就交代了 欧阳普中把眼睛慢慢的睁开 又吐了两口 最后终于把血止住了 徐良就问 老人家你脚趾怎么样 徐良啊 死不了 我天生的皮糙肉厚 就照这样再挨两巴掌 也咽不了气 用不了几天我就能复原了 那就好 您赶紧回到英兵馆休息 不 我可不能走 今天是关键时刻 我倒要看一看 咱们究竟能不能取胜 我宁愿死在八王类台前 也不会开一封府 老合成还命上了 他的命一点关系没有 也没做了伤 这打败仗 这事不奇怪 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 是一杆子戳到底 总打胜当 没有 安息欧阳老健可不说 但你说 昆仑森 就像吃了冰榔顺气丸丝 他把他乐得北都找不着了 哈哈哈哈 乐弥陀佛 各位 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刚才我打的这个人可不是无名之辈 乃是少林斯巴达明僧的第二位 居然被老僧一场走到台下 现在我们搬回一局 跟开封府打了个平平 谁也没赢 谁也没输 现在还剩下关键的一战 我问问开封府的 谁敢上来 哪个不服气 与贫层较亮 谁也没想到 在这个紧急的关头 肉蹦上一个人 大伙一看谁呀 白眉大侠虚亮 欲念小大摩 白云瑞一拍大腿 哎呀 谁说三哥 你疯了 我承认你有能耐 但是分跟谁比 要跟沃佛昆僧比 你差的多的多呀 怎么一眨眼的姑父 你登台了 倘若要输了 不但把八王爷的命的搭上 你也活不了 哎呀 这怎么说的 不但白云瑞着急 连翻江苏 蒋平 在场的老少英雄 无不跺脚 防树安吉的支拉饼 哎呀 你干老干老 干老哎 你真是我亲干老 不不不 你登台干什么 是这怎么说的 可是大家再着急 可是大家再着急 完了 不知道徐良怎么想的 书中代言 徐良一不风二不少 明知的不是昆仑僧的对手 他登台干什么 他有他的打算 徐良一看这会儿 日头跟山已经挨得一块儿 咋样就落了 八王爷就在台上呢 时间长了就得出变化 他一看八王爷身边二十来个 手中都拎着鬼头刀 随时随地都可能要了八王爷的命啊 因此徐良实在不放心 老心一想 干脆我离着八王爷近着点 我便在台底下待着 我有天大的能耐 到时候出了事 原水不解尽可 这个我上台 至于跟昆仑僧的事情 我承认我不行 但是也不能伸手 我就趴下 我能跟他磨蹭到天黑 我就能想办法救八王 这是徐良的打算 要不说这个小伙子 浑身上下都是胆 徐良啊 早就打定主意了 我打不过昆仑僧 这是肯定的 可我栽的你手 我不算栽 因为我们俩的身份 差的太悬殊了 连我老师都跟他差着两倍 何况是我呀 但是呢 我要把他伤着一点 他就名声扫地 我的脸就露到天顶上去了 想着这 徐良一点也不恐惧 坦坦然然是嬉皮笑脸 伸着个脖子晃晃悠悠 来到昆仑僧进前 啊 老和尚 这第三阵 咱俩比比得了 昆仑僧也一愣 徐良 你想跟老僧比是吗 啊 真是 哈哈哈哈 你不是吃错药了 也不是老僧说句大话 也慢说是你 你老师斤斤好斗 没良足 甚至你师爷太师爷 排着队拉出来 也不是贫僧的对手 你是个小毛孩子 别看你有点名誉 那你风跟谁比呀 老僧绝不奉陪 为什么 我怕丢人 我把你赢了 别人也得笑唬我欺负孩子 要叫你占了便宜 老僧我算倒了八倍五的血没了 因此我不能奉陪 啊 可乐悄悄的 昆仑僧 你不要说大话 你不要自吹自擂 看来你是怕了我白眉大侠了 不然的话 你为什么不敢跟我伸手呢 昆仑说你夫妻不 假如咱俩要伸手 我是非要不可 今天我摔你一百零六个跟头 啊 我你小子也太能吹了 乡亲们 大家都听见了啊 我可可没叫徐良跟我伸手 这是他自己找上门来 飞蛾奔火自己找死 可羞贵贫僧 无情了 无情了 正在这时飞云道长郭长达从后台上来了 是否 您老人家到后台休息 长达你要干什么 把他交给我 您身份太高了 能跟他伸手吗 他是个疯子 您可千万别上他的大 穿新鞋 不能踩狗屎 对付他 由徒而足矣 其实郭长达呀 一表都没吹 他要对付徐良 他自己认为都超超有余 还用得着我师父吗 昆仑僧一听见好 要不然也不像话了 这要回到昆仑山 或者到东海小鹏来 人们一问你跟谁伸手 说跟徐良伸手 我也太丢人了 长达 多加谨慎 师父您放心吧 我打他呀 他得二十个 郭长达信心十足 这爷俩就换了班了 昆仑僧退到台口这 往椅子上一坐 有人给大碗茶端上来 他这是喝水 一边喝着 一边给郭长达灌债 单说飞云道长 来到徐良进前 无量天尊 白眼眉 我陪你走几趟 怎么样啊 徐良心里说都够呛 这郭长达是莲花门 总门长 在这个地方出去握 坤仑僧就得属他呀 我要能把郭长达给赢了 那日子就在西边出来 老星自知不成 但是毫不起来 要叫他给吓住 那不得栽根头 徐良把脑瓜一晃 往他里瞧瞧的 本来我想跟你老师伸手 没想到你当替罪养了 好吧 既然你来了 三些人就陪你走几趟 郭长达 你说咱是比拳脚啊 还是比死兵人 你说呢 我看还是比拳脚的好 贫道放牌 你尽招吧 不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 跟谁打仗 叫别人想尽招 我不能想打别人 呵 你跟郭老建客伸手 还得叫我先进招 可以 徐良啊 咱俩可把话的说清楚 到时候你无赖可不行 你请假吧 咱们刚才说的清清楚楚 三阵读书营 方才比过两阵起来 双方平平 没分上下 关键就看 咱俩这一阵了 如果徐良你要输了 你怎么办 和我要输了的话 杀寡存留 任凭你自辩 不 我指的不是你 我指的是赵德方 你打算怎么办 刚才不讲明白了吗 你要把我给赢了 八王千岁 我不要了 我们大家都不要了 你乐意怎么处置 怎么处置 你们还没有罪 我们开封府的人 去盗案打官司 我们替八王爷尝命去 你看怎么样 好 乡亲们 大家都听见没 这个白眼眉 可是国家的二贫将军 他说话不是代表他自己 是代表开封府 他要不是频道的对手 他可不要赵德方了 大伙都听见了吧 来吧 等一等 你问了我了 我还没问你呢 假如你不是我的对手 你怎么办 好吧 徐良啊 你真把我给赢了 我也话负前言 把八王爷给你们了 你们把八王送回安庆宫 贫道跟你打官司 杀寡存留 你们随便 该什么罪 你们就定什么罪 我连跑我都不跑 你看怎么样 好嘞 小亲们 大家听见没 郭茶达 红嘴 白牙 也是这么讲的啊 咱们就不必啰嗦了 抢你尽刀 我常打心中暗响 人走时起 马走标啊 该着我们莲花派 门户不绝 该着时来运转 这叫神识鬼差 怎么这第三阵 最主要的这一站 让我碰上徐良了呢 我不用费劲 我就把他给赢了 哎呀 看来我们莲花门迟早 还得发扬光大呀 郭长达心中高兴 往前一根部 左手晃 徐良的面门 正手一掌 猛击山西岸的千凶 徐良说了一声 来得好 吐气 西凶 屁股望后一坠 呸 退出有一仗挂领 郭长达一掌拍空 但是郭长达 那个身法够多快 他使的都是三魂套月的招数 别看这一掌没打上 他脚下使了个鸡灯步 踢踢踢 就来到徐良进前 车正手 现左手 啪又是一掌 老星徐良 往旁边一闪 把第二掌躲开了 郭长达 双掌望左右一分 啪就是一脚 徐良利用这个机会 脚尖点地是腾身重气 谁像蹦齐六 一掌七八尺高 郭长达仰脸往空中一看 徐良一看脱了 这回呀 我还得使八步感产 上一次我就用这个招 赢得飞剑仙朱亮 我就不相信你郭长达 比朱亮能高得多少 我也不相信我八步感产 在你身上就不好使 胆小不得将军坐呀 今儿个我就豁出去了 要大胆 一试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